关键这把枪世界十大名枪之一大有来头 它是德国制P220手枪 不过对此呢 今天立委蔡黄狼搞个大乌龙 他说呢 在92年时 当时台湾的保一总队又采购了40把 因此怀疑这个枪可能是警方流出去的 不过调查之后立刻发现他弄错了 因为保一总队当时采购的是P226 麻面所使用的是220 差一码差很大 麻面对着连胜文开的这一枪 震惊社会 枪支到底从哪来会声会影 是麻面使用的这个P224的自私90手枪 保一总队有40支 买了40支在92年的时候 这种枪非常少 黑道也很少这种枪 所以我们怕是不是从军方流出去 蔡黄狼说的正正有词 只以麻面枪支来源 是不是警方流出去的 却是大搞乌龙 因为麻面使用的P220手枪 台湾军警从来没有采购过 P220 P220的相关资料 抱歉就我所知的话 就台面上的应该就没有什么详细的资料 马面用的是P220手枪 92年保一总队曾经编列540万 购买了40支编号P226 两支枪差很大 除了口径枪管长度与重量 P220与P226没有不同 但是两者在枪支长度和能装载的弹夹内容 完全不一样 P220跟P226其实都是同一种枪支 他们只是在出厂的时间跟型号 有什么不同而已 不是枪支专家 蔡黄狼看到黑影就乱开枪 P220和P226差一个号码 规格不同 蔡黄狼咨询之前恐怕得先做好功课 继续华明镜讲远台北综合不道